冷云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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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 下山之前 周军长也在嘱咐我们 让我们确保您的安全 和会议顺序地进行 所以 我们暂时不离开了 留在蒋姆斯 你们不用在蒋姆斯了 你回去以后 就跟周军长说 周卫人同志 已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他是为了保护我 才牺牲的 他帮助我们 铲除了党内的叛徒 如果没有他 我无法阻止完成这次重要的会议 如果没有他 我们地下党的工作 就无法正常进行 所以 这边 你 可以放心地回去了 卿尔街 怎么办 甩不掉他们 走 这个羊枝明知道我们要会合 还到处乱跑 别说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 混蛋 他们就两个人 怕什么 给我杀 我已经没死他了 我们用这个吧 还有最后一个 等他们靠近了 咱们与他们同归于尽 杀 你怎么才来啊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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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里鬼 你们俩真的是太大意了 老云姐 咱们离加姆斯已经很远了 是该歇歇脚了 咱离开加姆斯这么久了 也该歇歇脚了 对啊 老明姐 我们这一路一直在变换路线 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容易 找到咱们 咱们多走了这几十里路 鬼子不会请你往这边来的 等明天进村 顾辆马车 不到半天的功夫 咱就当康连了 来 暖和来 他们一定是早晨才从这里人 地图 一定在这儿 三道通 去给大作发报 去吧 龙女姐 你看 那儿有个正家份装 咱继续歇歇脚 吃点东西呗 不行 万一帮助身份怎么办 龙女姐 我们都已经走了大半天了 不如歇歇脚吧 谢谢再走好不好 放心吧 龙女姐 这条路我早就打听好了 这个地方叫三道通 从来都没有鬼子的助手 有一支森林警察大队 咱小心点 不会有啥事的 行 行 走吧 三位贵客 咱们是吃饭呢 还是度电呢 吃饭 好嘞 里边请 三位人急了 坐 来 坐 几位咱想吃点啥呀 你们店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那可老多了 酸菜炖白肉 小筋炖蘑菇 后院还有刚头上 刚打下来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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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把面条 两个小菜 再来一瓣鸡白干 好嘞 好嘞 三位稍等 好嘞 你啥时候喝上酒吧 你懂啥呀 酒可是粮食精 喝一两得吃半斤呢 真的 我以前才没听你说过的 方明姐 别听她瞎说 好吃 鸡鸡鸡 快走 小林先生 雄谷大火急电 您 警察 现有三名看灵分子 经家母私事 兼臣向您瞎许淘算 三人军委女性 二十岁左右 持有武器 特命小林多一少佐 协同三道通 知森林警察大队 严加受捕 无必叫三人缉拿不要 雄谷 这个雄 连灯饺子 也不让人踏实吃完 先生 您的意思是 走吧 你求见咱们的李大少爷 来 三位 您的菜 虎姬 我们菜上齐了 这不是我们的 没错 这是我们老板娘 送给姐的 你们老板娘 送给我们的 是 你们老板娘 认识我们吗 我们老板娘说了 我们老板娘说了 相亲姐姐不是我 再我去接你们老板娘 你们先吃 西克西克呀 长官来找我呀 咱们见过面吗 咱们见过面吗 你是不是抗年的人 你是不是抗年的人 别误会老妹 来 坐着坐着 坐着说话 老妹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们 敢跟小人文鬼子叫我呢 您说什么我听不懂 老妹啊 老妹说我八口 这么多年在江湖上混 不说我自己是黄眼晶晶 看人也是 你看一个子 你们三个一进门 我一看 这不是一般姑娘 再说了 你看看你们的手 手上的老姐 肯定是长年钻枪把子磨的 胡子里没有女兵 不是抗年 那是干啥的 是不是老妹 还有 年初 家务司被闹丢成天 是不是你们干的 你们就跟那个活目 跟有准事一样一样 今天你们吃的喝的 姐全包了 你们真是为女人长老脸了 这个话说回来 吃完你们赶紧走 不能久留 为什么 不是解下逐客令 我们三道通的规矩 你是不知道啊 什么规矩 三道通从来都没有小鬼子 为啥呀 因为有李文斌 李大队长 李文斌 对 森林警察队的大队长 那还不是鬼子的走狗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初日本鬼子 刚打劫了那年 李大队长带着东北军 着实打了不少胜仗 差点都没训国啊 他是东北军 可恶 可谁也没想到 少帅 把东三省给扔了 最后 李大队长是弹尽良绝 为了带着兄弟 能保过活命 没办法 只能受了招案 可是李大队长 跟日本鬼子 有约法三章 三道通 不能有日本鬼子一个兵 他带着森林警察队呢 也只是负责治安问题 绝不参与 九康林 没想到 他还挺有良心的 太有了 要是没有李大队长 我们这儿 肯定跟其他地方一样 早都被鬼子招他完了 我们这儿都老感激李大队长了 可是同样的 也不能有抗云的人在 行 我知道了 谢谢长官 谢啥呀 我也是中国人 讲完了 李大队长 那仨女人指定是抗云 咱快安排人去抓啊 宋老四 李大队长 你喝多了吧 没 没喝多少 没喝多少 咋说回话呢 那仨姑娘 你咋知道是抗云 人家给她写了 不是 我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酒喝多了 请个色心 想着人家便宜 没战场便宜就无告对吧 李大队长 你不能冤了好人啊 好人 我说你怎么会是好人了呢 等什么 够 轰出去 是 别别 李大队长 他们真的是抗云 可以的 李大队长 不好意思 打扰 小林先生 您怎么回来 我刚才恰好听到你们的谈 那可真够凑巧的 你是在哪里见到这三个女 在三道中 就你家老店 啊 这就对 李大队长 请立刻派人照 小林先生 您是在命令我呀 我有报复 李大队长 我是关东军派遣的询问 指挥权永远是你的 不过我想请你看看这 好 根据宋老三的情报 这三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 雄独大独抓捕的女人 只是可能而已 李大队长 请不要忘记 你现在的一切 都是关东军给你的 小林先生 也请您不要忘记 这三道通药没我李文斌 绝不会像现在怎么待遇 老婆啊 还有多久才能走出三个关东的地点 过了前面那边港子 就算走出去了 林姐 你这边啊 我老觉得太安静了 不得见 老婆 妥妇 妇妇 老婆 老婆 他娘的太不地道了 让咱哥们对付这几个女人 要是传出去 江湖上还不得笑掉大洋 那算是我 孙伯啊 这件事要是办得不好 你哥头顶这顶汉奸的帽子 就算是甩不掉了 那怎么办 我也在 我也在想 雷大警 就是这些女人 赶快动手吧 小林现在还等着呢 孙伯 在 动手 是 等等 告诉弟兄们 枪口可以高三尺 是 哎 你俩队长 那不都打在天上去了 老子需要你教我怎么打仗 啊 啊 龙御姐 看样子他们这次人挺多呀 不管了 杀一个哥哥儿 上俩转一个 等等 看情况再说 诚 他们是煮熟的鸭子 飞不了 抓活的 哎 还是队长想的周全 哎 老子 这项差事完了 功劳不小啊 哎 哎 那队长 还希望您提吧 好说 以后 以后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地主 互相照顾 哎 是是是是 哎 家里还有啥人呢 父母都死了 媳妇前天跟人跑了 太好了 哎 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上楼了 好 好 好 他们这枪声 好像是冲天上打的呀 这是为啥呀 他们好像听火了 对面的朋友 别开枪 我是森林大队队长 李文斌 我有话要说 龙玉剑 让我一枪崩了这个汉精二狗子 等等 听他说什么 你说吧 我知道你们是超脸的 我尊敬你们 但这三道头是我的地方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你走你的阳门路 我过我的独木桥 既然今天见面了 咱可以交个朋友 但下次 如果来的话 最好知会一声 我也和好酒好菜 招待你们 请了 走 兄弟们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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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 走 且 好好去 再见 至 hundreds 听 早都是 脸 都是 吃 出搞 脏 一看风声部队 我带弟兄们就跑了 一根马上没上车 抗连一向不再三道风呼 为什么要不进行 小林军 您这么说就是不信任我 李大队长 你我合作这么多年 我对你完全是信任 你以后真的小心 这种忙不是每次都能帮得上 是李大队长深谋厌烈 我自愧不如 先告辞 不送 送喝 哥 小林能信任说的话吗 那我哪知道 反正人不都死了 李文斌这个混蛋 敢当面耍我 是 他自己也没关系 是 他就拒绝了 他就拒绝了 他就温暖了 他就拒绝了 我 文人倒是 是我的失职 但是你放心 我们一定有座大贵子 给你报仇 陆宇同志 这是文人同志 给我专交给你的戏 这是他在执行任务之前 让我专交给你的 他说 他说他怕万一 你 知名 请云秀我 再一次这样称呼你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 也许我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伸出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别无选择 只有拿出勇气 去面对一切 我无法想象有一天 我失去了 应该如何去面对 不过 我会用我的生命 向上苍祈祷 祈祷这一天 永远不会到来 我爱你 老师老爷 报告 冷云同志你回来了 去吧 军长 我在回路上进到三道坤 当地的森林警察队长李文斌 是我们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李文斌 对 不行不行 要争取我早就把它争取了 为什么 李文斌这个人你们了解 他早年在东北军是一个一员火架 跟这么一个鬼子赶了机场上 但是这个人呢 这个思想比较保守 封建一什么要强 老想战争为王 最关键的事情 那就是他的立场不坚定 谁有利可图 他倒向谁 如果把他争取到咱们考年来 他能跟我们过这个艰苦奋斗的日子吗 我不这么认为 在三道通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把我们抓起来 向鬼子邀功 可是他不但没有这么做 还把我们放了回来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这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战斗形势那么严峻 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跟鬼子作斗争 只要李文斌的枪口 不对准咱们抗连 就有可能对准鬼子 说这有点道理 那你说说 用什么办法把他证据过来 李文斌在上锦校的时候 他的同窗好友就是宋汉齐 宋汉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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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斌在上锦校的时候 有点兴趣 可以 大队队下 您什么时候到的 为什么不通知我 让我去欢迎你 小林 你为什么没有传军呢 我伤劲买菜 盘东藏进府 混蛋 难道你忘了自己是帝国军人了吗 报告大叔 帝国军人的陈度 是我一生的荣耀 为什么我交给你的任务没有完成 书下实际 请求出发 小林军 你对李文斌太过意放纵了 不要忘记 这是大日本帝国的三道徒 而不是李文斌的三道徒 大嫂和下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想办法让李文斌 跟咱们京城合作 小总理 大日本帝国 如果李文斌不跟咱们合作 就立刻处决他 比在他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如果干掉李文斌 势必会引起当地委心的反抗 难道你想让帝国的军人 都跟你一样 打扮得像中国人 去买菜做饭 无所事事 真要这样 才能真正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 了解他们想什么 这样才能真正地统治他们 太幼稚了 自从我们踏上中国的土地 那一天开始 就只有李死我活 大嫂和下 中国何其庞大 人口众多 杀是杀不完的 为什么不利用中国人 去管理中国人呢 李文斌 李文斌不是普及皇帝 你是在白费公主 李文斌全是难产 可是也有过程 只要烧假利用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 大少爷回来了 老夫人睡了吗 啊 见不着您睡不着 哎 你好 文斌回来了 哎 吵吵您了 咋那么晚回来呢 我怎么也是个队长 有点应酬 傻狗屁队长 你给日本人当差 早把祖宗几代英明都丢光了 你还得了个傻 是 是 咱要您教训的事 哎 娘也知道你呀 是身不由己 我早就告诉你 咱把那个汉奸 那个大地长给辞了 咱们回老家去 不招谁 不惹谁 专心种地 这不挺好的吗 你偏不提 啊 我不当这队长啊 您让我们佛弟兄们怎么办啊 我当这个队长 至少跟孙道通更平安 好了 不说了 我要多念几道经 保你平安 娘 我去给您打水探探就好 华少爷 嗯 刚才有约给你送方信 什么人啊 这位姑娘 什么人啊 这位姑娘 别动 老胡 老胡 姑娘 当心别走火啊 我可没带家伙 你们抗连 就这么久了 好 刚才那位姑娘啊 平时就挺独马的 对我得罪 我带她陪着不失 没啥 枪支脑袋不是大事 你 你是冷云 是 我是冷云 孙瀚琪的媳妇 曾经是 她的情况 您也知道了吧 看你是好样的 可就让你们干了 李大队长 今天请您来 冷知道一下 上次我不认识你 但我放了你 算是原本 你们抗连个个是好样的 但我李某人不是 我没有你们那么大的志向 我只想守着老娘 过点小日子 你们需要我 我鼎力相助 但能不能帮上忙 我不知道 我怕死了 李大队长 您紧张什么 紧张 我为什么要紧张 我话都没说完 您就说了那么多话 而且 却软中带硬的 您是不想让我开口呀 好 能知道一个 我是紧张 我怕你们 把我绑到山里去打游击 那要我老娘怎么办呢 自古忠孝不两全 你不让我来做吧 当然不会 您放心 我们抗连的人 从来不为男人 再说了 您能孝敬您母亲 我真的很羡慕 今天请您来啊 第一 是为了感谢您那天高抬贵手 第二 咱们既然是朋友了 今后有什么事 您需要我们康连帮忙的 您一句话 我们赴汤导火 两类茶道 好 能知老言不愧女中好点 痛快 看得起我了 我交你这个朋友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一句话 我 我不会喝酒 以茶代酒 酒 三个女人 又十四个女人 太巧了 李文斌似乎对他们十分可信 看来咱们的李大少爷 隐藏了不少的秘密呀 大少爷 大少爷 小林军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大少爷 是冷云 就是那个有名的冷云 马上采取行动 对冷云实时抓捕 大少爷想 现在还不可以惊举妄动 什么意思 您的讨法队 还在四处收拾抗联分子 短时间内无法抽调过来 万一他铤而走险 跟抗联联手 咱们的处境 就危险了 你考虑得非常周全 下一步 你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请大佐阁下 调集部队 我在这里将其究竟 让李文斌帮咱们抓住了 李大队长 李大队长 小林先生 下班呢 是啊 有什么事吗 哦 我想请你喝酒 对不起啊 我答应家母回家吃饭 处难被动 今天是我的事 希望李大队长 努逼什么 好 那工程不如丛妙 行吧 行 我再敬你一杯 李某不能喝了 小林先生 您的朋友怎么还不来啊 哦 可能是有些事情耽搁了吧 没关系 咱们继续喝 小林先生 要是您的朋友不来 恕明我告辞了 李大队长 咱们上一次喝酒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咱们俩 咱们俩还是战场中的对手 小林先生好记忆 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那是我曾经以来 最大的一次事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 你比我会打仗 我他哪会打仗啊 不那就是创大运 我要是真会打仗 我能投降你们 我会打仗 你只是明则保身 他会保存保存自己的事 小林先生 您说的什么我听不懂 我们大和你最大的优点 就是崇拜东西 诚心诚意的 向打败自己的对手 学习 这样 才能足够的强大起码 我是个粗人 真挺不动 李大队长 而且 你教会了我很得懂 我再敬你 好 李某舍命陪君子 最后 大哥 大家被人给劫了 有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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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让他们抓走了 冷静点 哦 告诉我谁干的 这帮人像鬼一样 不知道怎么的 瞧不声就进了院子 贱人就杀了 哦 他们临走时 在这还留了字条 你看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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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出什么事了 李家大院被劫了 听说死了好多人 外面的人都说是你的抗联的人干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我们抗联的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 掌柜的 你仔细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仅是劫了李家的人 还把老李太太给绑走了 李大队长都快疯了 你们赶紧走吧 老玉姐 咱赶紧走 对 太危险了 掌柜的 你相信我们吗 现在我相信你们已经没有用了 你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如果你相信 你帮我一个忙 把他们俩送走 老玉姐 你啥意思啊 我不是说过吗 不到万目得已 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可这都啥时候了 李文斌他正在气头上 随时都会发点不认人的 正因为是这样 就必须留下来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如果一走了之 岂不是承认是我们抗联干的吗 老玉姐 你听我说 咱们走可以 但是我们俩陪你一起留下 不行 你们必须回山上向军长汇报情况 那你咋办啊 放心 我有办法 李大队长 李大队长 哪里知道的 你在找我吧 别说废话 我娘在哪儿 我不知道 少给我拆弹 快说 我输了 我不知道 你 没跟我兜圈子 放了我娘 你什么条件都倒影了 李大队长 请你冷静地想一想 如果是抗联的人劫走老太太 我干嘛还要自脱落网 你这叫疫情故重 你就是冷小姐 一人小灵堆 警察大队的军事监察官 不见了 一人小灵堆 一人小灵堆 如今 一人小灵堆 一人小灵堆 你能干些事吗 有什么说的 李大队长 令堂的事情请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联系过 将派遣一切自愿的营救 至于冷霞姐 请你立刻逮捕 扎往姜姆斯受审 李大队长 如果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就请你不要相信鬼子说的话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三道通的